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影片是不是抓進來了 當然你要跟上面對調順序這個沒問題啦 我們先看要怎麼做剪接 首先第一個動作要麻煩各位在哪裡點一下 因為你們現在進來的話 並不會看到這一條 有沒有 好這一條 所以等一下麻煩你 我們上面這裡是不是有一條這個叫做時間軸 有沒有這一條 你在任一個地方點一下滑鼠左鍵都可以 上面我現在講的這一條 好你點一下這個工具的時間軸就跑出來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 你就拉你看我時間軸拉到哪裡 比如說我在剛在這裡講這一段 是要錄影的對不對 好可是釣魚技我是不是弄錯了 我就拉一下看到這邊好 我後面這一段不要的 你就像我現在一樣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左邊有綠色跟紅色 對 因為我是右邊不要嘛 所以我就按住小的這個點 往右邊拉 有沒有一個範圍跑出來了 這個範圍如果這裡我不要的 你看到這邊好了 到這裡我不要 當我選起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我們上面這個工具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一個剪接的工具跑出來有沒有 你現在選到這一段呢 假設你是不要的 你就按這裡 有沒有一個叉叉 有齁 你就按這個把它刪掉就好 來你看一下 你看我來這裡刪掉 有沒有刪掉了 中間那一段就不見了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講到這裡 後面是不是就直接進到我們的童謠了 因為剛剛不小心錄錯了嘛 選錯了 這樣就剪掉了 這樣好不好 簡單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 哪一段你不要 你就把它框起來 然後就那一段把它刪掉就好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就很單純 很單純 那麼我們平常在做的話 你可以搭配你的簡報 比如說我第一篇 我可能有那個什麼 簡報來自於我的 PowerPoint啊 圖片啊 對不對 從這邊把它叫進來 第一張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需要一些文字的 它上面也有 你不覺得這裡 真的跟PowerPoint看起來好像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一些文字標題 點一下 好我在這裡 你就打上適合的文字嘛 對不對 好點兩下 有沒有文字工具跑出來了 字多大啦 這個應該我不用講太多對不對 省略 對 聽跳法 好 你看這裡 來 選起來 還好我打字還算快啦 沒關係 好 簡單假設這樣子 我就不改太多 那這個簡報 到底播多久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大家也是要輸出影片對不對 到底會播多久 看一下右手邊 你看 三千有看到的嗎 單位是什麼 毫秒 毫秒 一千等於我們的一秒鐘 所以這樣等於三秒 所以這樣等於三秒 好的一張簡報是三秒鐘啦 那當然有影片的就依照它影片的長短 所以假設你這樣做好了 要輸出要從哪裡輸出 從上面這裡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導出 看到了齁 導出齁 來 這裡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這兩個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有沒有 像圖像 圖像或者視訊 那右手邊這邊就屬於付費功能 因為這個都是屬於互動的 或者變成office文件 那當然 你要用右手邊功能 還是可以用 只是會有一個logo 會加一個logo進來 但是功能依然OK 但是我們用視訊這邊就沒有問題 就是正常的 所以你看 我就輸出視訊 有沒有 好 預設輸出在哪裡 是 格式是MP4 那會放在你原本 你的專案的那個位置 我們剛剛放在桌面對不對 他就會放在桌面下 然後多這個資料夾 好 那我就先原來的 按確定 因為我只有錄一點點 所以其實輸出還蠻快的 而且因為它是MP4 所以你覺得檔案會很大嗎 不會 不會太大 當然如果你要我認真比較 就是這一套Active Planner 跟我們剛剛第一套的 第八個Video Can 哪一個比較小 是第一套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用H.264會再小一些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你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 剛開始練習錄影的時候 一定多多少少會錄錯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對對對 就比較不熟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這個方式錄 那而且做剪接也很方便嘛 那等到各位 以後慢慢比較熟之後 你想要像我現在用的這套 就是一錄完就OK 回家就 就睡覺就好了 這樣你就再開始再進階一點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我們利用這兩種方式 讓各位稍微嘗試看看 好 那 等一下呢 就麻煩大家 請你到這個地方 幫我們選一下那個 時間 對對對 在哪裡 在延期成果這邊 有沒有 幫我們挑一個 你覺得 嗯 可能比較OK的時間 好不好 第二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那我等一下等到輸出完 待會兒再把畫面切過來給你看 記得 輸出在哪 上面比較倒出有沒有 好 完成 謝謝 我的這邊已經OK了 像我剛剛這段我就用暫停的 我沒有停止錄影 所以它就是同一段 好 好 它問你要不要看對不對 那我先不用看沒關係 我就直接找到 你看 我剛剛放在桌面 它會產生一個相對應的資料夾 有沒有這個 點開 Videos MP4 看到了 好 你看 解析度上來講 是多少 1280x720 沒問題 有沒有才12點 6 3分鐘 可接受吧 真的沒有很大 好 那你一樣 你可以把它打開 看一下它的品質 有沒有 第一個 3秒鐘 第二 第二 這樣了解了 好 其實使用方式 就跟各位品長這樣一般一樣 只是多了一個影片剪接 就很單純 好 所以其實第二套 事實上是還蠻適合 就是 一般就是大家 平常在使用的這種狀況 這樣子 這樣OK 可以齁 像在這個的話 因為它 它的錄影是桌面上的 那個畫面 對 那如果說 如果假設你要錄 其他的 對對對 有兩種方法 我們在這裡齁 針對同學 剛剛問到問題 你看右手邊 如果你想要看到 因為你現在是用這一套 不是用剛剛第一套 你想要看到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你可以下載這個 免安裝的 右手邊這裡 其實 檔案這裡齁 你看我還有準備很多 這個打開 還有一堆 你叫我當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說它太多 所以要收起來 你也打不完 對 不可能打不完 你把這個下載 這個免安裝 那你如果真的需要看到 網路上的畫面 就網路攝影機 你把這個下載下來 那因為它不用安裝 你只要打開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抓攝影機畫面 那攝影機畫面 有在螢幕上的 代表什麼意思 你錄螢幕上的畫面 就等於錄攝影機 這樣了解吧 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這個呢 因為我現在有在用 所以它應該會抓不到 我的網路攝影機 但是如果你就是 沒有在用的話 你看這裡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看 你要的畫面是多大的 有沒有 然後呢你就選一個 好 我就從這邊連接 不過應該這邊會連接不到 因為我現在正在用 我現在正在用 所以這邊應該會出現 有沒有 可是你的 你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我的這樣應該是不行 那你下載這個 就是用什麼造型 要啊 沒有那個怎麼會有畫面 呵呵呵 嘿嘿 它就等於是網路 對 只是把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移到這上面來而已 對 因為在螢幕上嘛 我錄桌面 就等於錄到 我們的攝影機的畫面 這樣子 那你可以啊 如果你有筆記型電腦 我後面還給你 你有筆記型電腦 您就可以直接 用筆記型電腦的那個 只是因為筆記型電腦 上面那個 是不是固定的 對 你又不能移來一去 對不對 角度要調的不方便啊 所以用網路攝影機 或者用你的手機 是相對來說 是方便很多 只是我們今天 比較可惜 時間上 我沒有辦法再 讓各位去了解一下 那個網路 就是用手機的部分 如果您不急著走 因為如果您是搭高鐵的 四點半才有車嘛 我們這邊啦 發車要四點半嘛 我可以再分享一下怎麼用 如果說你覺得就是 可能要趕頭去先離開沒關係 這樣OK 好不好